再过三个星期 中国将迎来旅游旺季十一黄金周 面对香港局势不稳定 加上赴台旅游政策收紧 许多游客转向了东南亚 而这段期间 到我国的旅客的中国游客 显著的增加 定制导览服务也备受欢迎 来看记者李正宜的报道 已有近40年历史的这家酒店 接待的旅客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 黄金周期间 入驻率预计翻倍 而促成因素有三 为接待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 在黄金周期间 酒店将安排更多 擅长以华语沟通 同时了解大陆游客需求的 招待员值班 酒店内的餐厅也将提供 更多的中餐选项 让这些旅客也能够尝试 本地华人喜欢的美食 受访旅行社表示 今年中国旅游团团的表现 不仅去年同期 定制导览服务 反成了主要卖点 旅行社正与当地伙伴和旅游网站合作 开发大陆二三线城市旅游市场 为我国带来新客源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增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